HELLO 大家好,我是魏宇老师,我是Mr.Voice的创办人,我也是许多歌手的歌唱指导老师,包括像Jay Sean,徐洛轩,中国好声音的李佳格等等,那我目前指导过的歌手已经超过百位了,今天呢,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复式呼吸,复式呼吸对唱歌真的有帮助吗?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解开这个传说中的呼吸之名,歌唱中呢,气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,因为当你在唱歌的时候,你的气流会通过你的声带,你才有办法发出声音,所以在唱歌的认知当中呢,呼吸的训练一直以来都是不可或缺的,当我们在吸气的时候,我们的肋骨其实会有扩张的动作,但是这个动作会造成一个问题,也就是我们这里有两条肌肉, 叫做胸锁乳突肌,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呢,下方连接于我们的肋骨,我们的胸骨,而上方连接到我们的耳朵下方这个位置,这两条肌肉呢,当我们在吸气的时候,它会有拉紧的动作,所以当你在吸气的时候,不管你是胸式呼吸或复式呼吸或什么呼吸,你只要吸得非常薄,它就会一定会拉紧, 而这个拉紧的动作呢,其实就会造成我们在发生时,喉咙的紧绷感,以及胸口的闷,或者是不舒服的感受,而用力呼吸或是急促呼吸,就会造成这些呼吸肌群用力紧绷, 那什么是肤式呼吸呢?就是当我们在吸气的时候,我们的气息进到肺部的下半夜,我们的横隔膜下降,这时候我们的肚子就会隆起,而我们胸部的起伏就不会这么大,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呼吸时会造成的紧绷状况了, 那其实发声要好,不只是呼吸这件事情,而是一连串的发声行为都应该要好好的被完成, 我们的发声状态还包括口言强的变化,声带的震动,以及许多的身体动作配合,你才有可能发出好的声音, 所以当你把注意力专心放在呼吸上面的时候,就会产生一个问题,就像是上次所说到的, 你可能很专注的在练呼吸,但是却没有拥有一个更好的声音,那就非常可惜了,其实Mr. Voice主张的是自然呼吸,当你用轻松的呼吸,不要过深或过急促的呼吸,就能够帮助我们歌唱时的发声处在最自然的状态了,因为理性上来说,我们并不知道, 多少的气量可以帮助我们发出如何的声音,我举个例来说,你现在要发出 HIGH C的声音,请问你要吸多少品多的气息,你会知道的,就算你知道,你只要咬字换一个字,气流状态又会不一样了,所以我们主张的是自然呼吸,而不是控制呼吸,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,我们平常的时候并不会刻意的控制呼吸,但总是能够发出我们期待当中的声音,像是, 诶,诶,你怎么在这边? 仔细要不要一起? 不要 你看他也可以 我就只是单纯的以情绪带领我的身体,完成了我所要发出来的声音,甚至跨过了传说中的幻生区,所以呼吸只要回到自然的情绪当中,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多的事情, 所以呢,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非常聪明的,它会分配好刚刚好的气量跟力量,帮助你发出你真心的声音,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刻意控制你的气息,甚至用所谓的复视呼吸去帮助你的歌唱,有时候反而你的发声会变得更不顺畅。 好,在我们的教学经验当中呢,我们指导了许多的发片歌手,他们的演唱会需求,录音需求,其实都只是需要一般的呼吸气量就已经足够了,甚至我也指导过一些唱鼓点声乐的学生,其实自然呼吸就足以帮助他们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,所以同学们,千万不要再去想说,我要用什么呼吸来达到什么样的声音了, 不需要,你今天也不用杀鬼嘛 所以呢,你就只要自然呼吸,就可以唱出你要的自由的声音了。 今天的内容大家都还喜欢吗? 之后我们会分享更多关于歌唱的迷思,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我们的分享当中能找一些好玩的内容,也帮助到大家歌唱更自由哦!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! 你很棒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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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很棒!